Hello大家好,我是居然哥充充 奥特曼中有很多诡异的战斗场景 有的不仅小的时候没有看明白 即使长大了也无法看出设计者的本意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奥特曼中最诡异的两场战斗吧 次元怪兽布鲁顿 次元怪兽布鲁顿是一个奇特的蓝色球状物体 在这一集整个世界都变得不太正常了 就连磕色队都遭遇到了奇怪的穿越时间 本来在基地走得好好的 医疏队员和博士突然就出现在了悬崖上面 小豆兵一出一高人胆大 直接从悬崖顶上完成了信仰之月 成功回到了基地里 随后还打了一套军领圈 另一边队长荷兰在无尽的走廊里迷入了 他们决定撞开墙壁 没想到居然真的进入了作战士 结果一出队员还在水桶里面跟看不见的敌人斗之斗有 另外一边防卫队开始对怪兽进行了攻击 然而这些攻击只能看到火花 却根本打不到怪兽的身上 怪兽伸出一根天线 瞬间防卫军的坦克就开始爆炸 另外一些攻击则是直接被干扰时空之后打在了空气中 防卫队企图后撤 结果被怪兽一招掀地板 直接吸收到了四次元空间中 空中的战斗机拿怪兽也完全没有办法 一到激光扫过 飞机就变成了地面上摩擦的模型玩具 甚至还把坦克顺移到了空中 牛顿看了观赛百花都压不住了 早天看不下去了 决心变成奥特曼对决 一上来一脚飞踢却被怪兽定在了空中 随奥开始奇怪的倒立 怪兽的天线继续闪烁 奥特曼居然在空中自动旋转了起来 随后又用先帝版大法 把奥特曼困在了四次元空间中 最后的制胜镜头更是奇怪无比 奥特曼开始爱的魔力转圈圈 居然直接爆掉了怪兽的天线 随后用四拍胸部光线打败了他 最后还将变成石头大小的布鲁顿 直接捏碎带回了一周 这一集的战斗镜头我一直没有搞明白 难道奥特曼原地转圈就能打败怪兽的天线吗 光怪兽普利刺魔 这一集是杰克第35集中的怪兽 他的外形说不出来的怪异 像一座哈尔滨的冰雕 看上去人畜无害的样子 但是他的防御力也非常的恐怖 杰克的全甲脚踢对他完全不起作用 随后用中间的闪光攻击攻击了杰克的眼睛 而且这个部位的技能还不止于此 他能够通过反射光将整个世界的时空倒转 当这束光照在杰克身上的时候 杰克就会被还原到原来的动作 这里杰克的飞踢就是这样被怪兽普利刺魔化解的 当杰克想要跳到怪兽的背上进行攻击的时候 怪兽再次释放光束将杰克弹了回去 随后又释放漫向引力将杰克吸了过来 通过高温轰好奥特曼 之后又使用激烈不断的闪光攻击杰克 接下来的战斗镜头就根本看不懂了 只看到奥特曼的剑影仿佛在跳舞一样 伴随着古怪的音乐 让小时候的我感到额外的恐惧 不过最后杰克还是挣脱了这道光的束缚 从剑影中跳了出来 这里我把它看作是杰克从光的秘境中争夺了出来 因为奥特曼本身就是光 所以才会由剑影上抠下来的效果 此时天边渐渐有了光亮 怪兽看到光亮之后就消失在了光芒中 然而这一次击退并不能消灭怪兽 第二天怪兽再度现身 伴随着诡异的音乐 气氛消杀到了极致 MAT决定用冷气封住怪兽的行动 然而过量的冷气弹不仅冻住了怪兽 还把地面上的队友给坑了 要不是香秀术能用意念变身 恐怕早就被冻死了 此时怪兽已经发现了香 通过照射对它进行攻击 这就给了香攻击的方法 他决定趁着光照的瞬间 变身突进怪兽的体内 在内部对它进行攻破 抓住怪兽释放光芒的瞬间 香板上的变身并且突入到了怪兽的体内 通过持续的光线攻击 让它在热胀冷缩的作用下爆炸了 而最后给香药术的镜头 更是让人摸不到口脑 小时候我一直以为还有下半级 后来才知道这就是结束了 总觉得一拥为尽的样子 好了 本期的怪异战斗就说到这里 你还记得小时候看不懂的怪异战斗画面吗 欢迎在评论区中留言 我们一起讨论吧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